不过曹操虽然名声不好 但他爱惜人才的名声却是大家公认的 曹操为了得到更多的人才 为其所用 视为才适用 不拘一格降人才 但在三国这个乱世 人才是非常珍贵的 并不是想得到就能得到的 所以虽然在三国时期 曹操利用各种手段招揽了不少人才 但还是有不少曹操 想招揽到自己帐下的人才 他却没有得到三国时期 曹操有六位爱而不得的人才 其中四人被曹操杀了 而余下的两人 曹操不但没有得到 还害死了曹操帐下的八元大将 一、成功曹操刺杀董卓失败后 为了活命 逃离了洛阳 在这期间 他遇到了成功 成功是三国时期的顶级谋士 他准备帮助曹操成就一番事业 但两人在借助吕博舍家时 曹操误会 杀了吕博舍家人 随后 他还不思悔改 杀了吕博舍 同时 曹操还说出了那句 您叫我负天下人 休叫天下人负我的话 这让成功看透了曹操的本质 不过曹操挽留 决然离开了曹操 成功离开曹操后 开始辅佐吕博和曹操对抗 吕博是一员永江 但勇猛有余而至谋不足 最终他在和曹操对抗时 因为听从成功的建议 导致他被曹操水淹下批 将其生情 成功和吕博一起被曹操生情 曹操想劝向成功 但道不同不相为谋 成功不肯和曹操共事 最终被曹操所杀 二、许优许优是三国时期的一位重要谋士 关渡之战时 他得知曹操粮草不足 所以建议袁绍分兵袭击许昌 这样会让曹操首尾不能相顾 可以一举将其击败 但袁绍未采纳 同时袁绍仗下谋士之间的内斗 导致许优家人因犯法而被抓住大牢 这让许优一气之下转投了曹操 曹操听到许优来头后 连鞋都没来得及穿 就跑出去迎接许优 从这个细节就能看出曹操对许优的重视 许优为曹操献上火烧乌朝之计 帮助曹操击败了袁绍 但是不久后 许优因出言不逊 被曹操给杀了 三 吕布吕布是三国第一名将 曹操曾在四水关之前 亲眼目睹了吕布一人大战 刘官张三兄弟的场景 这给曹操留下了很深的影响 后来和吕布遭遇后 曹操手下的大将许楚 只和吕布交手了二十回合 两人还没有分出胜负 曹操就忌惮吕布的勇猛 担心仗下大将会有闪失 所以不顾道义 让典为下侯敦下侯渊 离一点乐尽五元大将上去 和许楚一起合攻吕布 这才让吕布退走 吕布虽然武功很强 但谋略很差 最终两人交战时 输给了曹操 曹操爱惜奇才 想要招想吕布 但当时刘备在曹操身边 他提起了丁远 董卓 丁远 董卓是吕布的义父 但是吕布为了利益 将他们两人都杀了 这让曹操明白 吕布是个不忠不孝之人 不会真心归顺自己 所以将他给杀了 四 高顺高顺是吕布帐下的一员猛将 他和吕布一起被曹操生情 曹操有心将其招想 但是高顺和张辽不同 张辽就如同职业经纪人 不背叛自己的主攻 但也愿意为其他主攻效力 而高顺只忠于吕布 不会再责民主 这让曹操很难去招降 他也不会忠于曹操 所以曹操招降了张辽 杀了高顺 五万个 为时曹操很想得到的一员大将 他曾在击败刘备后 将关羽围困了起来 曹操为了得到关羽 派关羽的好友张辽前去劝说他 最终答应了关羽的三个条件后 关羽选择暂时归顺汉事 实际是曹操 但不久后 关羽得知刘备还生还后 就要依据他和曹操的约定 离开曹营 曹操爱惜其才 不愿杀关羽 所以放他离开了 不过曹操肯放关羽 他手下的大将 不肯放关羽 所以出现了关羽过五关斩六将之事 曹操帐下的六位大将 被关羽斩杀 相反之战时 曹营名将庞德也被关羽斩杀 曹操虽然费尽心思想要得到关羽 但没有得到关羽 帐下七元大将还被关羽斩杀 六 周瑜周瑜也是曹操非常想得到的一位统帅 放言整个三国 比周瑜优秀的统帅可以说风毛领奖 而且周瑜是江东的支柱 他投降曹操 江东会遭受重创 曹操得到江东会直日可待 所以曹操派周瑜的同窗蒋干去劝说周瑜 希望他归降自己 不过周瑜对江东很忠诚 他利用了这次机会误导蒋干 将他给曹操赚取错误的信息 导致曹操下水军降临蔡茂 张允被曹操所杀 蔡茂和张允曹操仅有的两位水军降临 他们两人的死让曹操陷入了麻烦 最终导致了赤壁兵败 蔡茂 张允虽然不是周瑜所杀 但却是周瑜借助曹操之手杀的 所以他们两人死于周瑜之手 所以我们两人死于周瑜估之手